再來檔案版本的部分 我先問一下大家應該會有一個經驗 有沒有夾帶附件的經驗 如果萬一夾帶附件錯了 請問你會怎麼做 重計一次對不對 然後告訴他前鋒 鋪列以這一鋒為主 然後萬一不小心又有更改 你會怎麼做 抱歉抱歉前兩封不算 這一封才是正確的 有沒有 如果還有不同版本 你會告訴他 下次不要再找我了 所以這個版本實際上是有些困擾 那到底有沒有什麼比較好的方式可以幫我們控制版本 有 我蠻建議老師您可以用Google文件 這裡 您看一下這裡 假設我在這邊 假設我的某一個檔案 我找我雲端硬碟裡面的好了 好 如果我們今天分享的這個資料裡面 您有更新的 那我們就可以來這裡 好你看這裡按右鍵 我看這裡 哇 目前只有一個 我找另外一個 軟體的好了 這裡比較多 好就用這個 我看一下 你有沒有看到 我這個軟體 我有很多版本 對不對 有很多版本 那重點來囉 我們這個部分不見得 一定要轉成Google文件 請問老師有用過Google文件嗎 一般大部分都不會很喜歡用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說 我那個Word轉上去 或Office檔案轉上去的 好像格式會跑掉 對不對 所以沒有關係 那雲端硬碟也可以兩種方式 一個是這一種的 一個是什麼 一個就是您就直接傳到上面來 那今天我們平常要跟別人 假設你要跟別人共享檔案的時候 你放在郵件的附件是一種方法 不過 我們郵件的附件 請問能夠夾帶的檔案大小大概多大 一般應該是大概10M到25M左右 因為太大檔案不太適合 放在郵件裡面傳遞 所以通常可能會放在雲端硬碟 之類的 那時候有一個連結給你 對不對 好 那現在的問題就在於說 我們剛剛那個 跟這個 大家分享的情形 今天 他如果不小心 沒看到你最後一封 他下載的 假設那檔案比較大 他下載的 是不是就是舊版本 但是呢 你看喔 我用這個 取得檔案連結的功用 你有這個功用之後呢 我今天如果有新版本 我可以在這邊 在雲端硬碟上按右鍵 你會發現有一個 管理版本 有沒有 你要 你隨時 可以 上傳新版本 可是呢 對方 不用更改他的 Email 那個超連結 也就是你的連結都是同一個 所以你點了 永遠都是下載他最新的 這樣你了解他的概念了 所以你不用說 那個忽略上一封 就是他不小心 只要你有更新了 他又再下載 當然他如果已經下載 那就算了 那就沒辦法 但是如果他還在下載 他收到信件之後 他的那個連結都是同一個 他就可以隨時怎麼樣 下載最新版本 那麼如果 萬一 你發現 糟糕 我這個版本才是對的 怎麼辦 你就告訴他 抱歉喔 刪掉 這個版本刪掉 你重新下載一次喔 反正還是一樣的連結 你就可以隨時回到過去 這樣你了解了嗎 你甚至可以把你這個版本 永久保存下來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 需要什麼 不同的版本 把那個修改的歷程留下來 對吧 有時候 這個是第一版 這是第二版 第三版 我們大部分的做法 都是什麼 第一版一個檔案 第二版一個檔案 第三版一個檔案 可是久了 檔案就可能會亂掉 你也不好找 所以我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如果在這邊我可以永久保存下來 那這個時候呢 就是你隨時 我想要那個版本 我就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或者隨時把它恢復 把新的版本刪掉 就是變成下載這個版本 這樣也可以 那當然如果老師 您是 不是那個 這種 無限空間的版本 他預設就是你傳上去之後 他不會夠永久保存 會幫你保留不同版本30天 如果說你有需要永久保存 那要自己勾起來 那我這邊應該是無限空間 所以預設子 他都是自動勾 反正也沒有空間上的一個限制 這樣子 這個是您稍後可以留意一下的 那麼 這是一般的 那如果您是Google文件的 其實是更好 您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啊 您可以這樣子 你看 我剛剛在這邊 比如說 我們 現在 又第二次 再打 這些內容進來 剛剛 上面是 前一段時間打的 對嗎 欸 拍謝 那個 他不知道怎麼打 欸 我可以請教一下 那個 國字要怎麼寫嗎 我們不是會有很多 這個叫語述詞嗎 是的 這個叫語述詞 請問那些語述詞 有時候很難表達 所以他語音辨識 辨識不出來 請你原諒 好 那我們來看這裡 欸 在這邊 你看到這邊 他有一個叫做 修訂版本紀錄 就是 你有沒有變成Google文件 都沒關係 我們剛剛那種方式就是 你只要把你的 一般的檔案 不只是 不一定是Office 就是一般的文件 你可以按右鍵 版本修訂 那麼 如果你是 一般的所謂的Google文件 那你就可以按這裡 查看修訂 版本紀錄 那麼您進來之後 你看喔 他有沒有告訴你 欸 今天 剛剛 是不是11點59分 所以我已經看秋魯 站在後面了 我知道時間到了 要吃飯了 來 28分我們有打進去 所以你點到他 喔 有沒有發現 原來28分我打這裡 26分 是空白的 有沒有可以隨時回到過去 其實這個功能有點類似 我們Office裡面 有一個叫修訂 可是這也更好用 因為它多人的協同 比如說 我通常會比較建議您 可以把這種 所謂Google文件 用在哪裡 用在草稿階段 或是 就是計畫階段 等於說 不是正式文章的 文件之前 因為大家要彼此互相討論 那你可以用這個方式 甚至 如果我們講的多人共用的話 今天是誰改的 它上面會列出來 這樣我們就可以找到兇手 到底是誰改錯版本 或是誰改掉的 但是重點不是找到誰 而是 你隨時萬一找 弄錯了 可以隨時回去 所以你看我剛剛這裡 點到它 它沒有說 要不要回到這個版本 你就不用擔心說 到底是 改錯要一個一個修回去 因為有些時候會 確實會有這些所謂的人為殊事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它 它如果你要更詳細的 下面有更詳細的 它會告訴你 剛剛你改的是有哪幾個部分 你看 我剛剛後面才增加的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顯示綠色 表示這是這個時間才增加進去的 前面是已經 之前就有的 有沒有這樣比較清楚一點 因為我們常常都會有文件 需要怎麼樣 共同傳來傳去的問題 如果你是 好像接力賽這樣 一棒接一棒的 你會發現萬一中間有人弄錯了 可能後面就全部都弄錯了 對 我今天傳給你 結果傳到舊版本 他用舊版本去改 那完蛋了 對不對 大家工作上有時候常會遇到這種問題 多人你沒有辦法要求說你一定怎樣 可是我因為 這好像是一個什麼伺服器 我就大家都連到這邊來改 都是同一個文件 而且 這裡都有記錄 我們可以知道 到底是誰來的 這樣你就會比較放心一點 OK 所以早上的部分 那我可能先暫時接到這邊 那今天比較不好意思 我設備的部分 沒有弄得很好 那我們 希望下午的部分 您到電腦教室 可以做比較 有就是有效的學習 今天就是早上可能先比較這樣背夢一下 那您知道其實有很多工具 對於大家來說應該是蠻有幫助的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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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